青花椰菜苗是对抗癌症的重要帮手 据国外权威营养学资料显示 当有机青花椰菜苗与其他有机芽菜苗一起吃的时候 身体对于黄岸胡萝卜素的吸收率可提升高达50倍 但若是烹调时间过长或是煮食时的温度太高 青花椰菜苗抗癌成分容易受到破坏 所以建议青花椰菜苗要深吃或稍微汆烫一下就好 长久以来青花椰菜苗 broccoli sprout 被视为对人体健康与补充营养最重要的蔬菜之一 不只是因青花椰菜苗富含完整的营养价值与成分 据研究指出青花椰菜苗更是对抗癌症的重要帮手 依据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 University of Johns Hopkins 在1997年的研究成果 首先发现青花椰菜苗中存在着有能够对抗癌症的直化素 萝卜硫素 Sulfuricin等 后续研究更证实青花椰菜苗 Broccoli sprout 的萝卜硫素含量比青花椰成菜多出20到50倍 让青花椰菜苗这项原本大家比较陌生的的食材受到国际关注 研究报告发布后还一度造成全球大缺货 想要购买发芽绿高达85%以上的青花椰菜苗 绿花椰种子吗 由青花椰菜苗种子有机水根种植有机青花椰菜苗 可以很简单 自己在家就能栽培的有机水根青花椰菜苗 是您应该学习的一种有机生活方式 延伸茶叶家居有机水根青花椰菜苗种植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有机农艺